天文台早上一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2個多宗 紅雨警告現證生效 日效今日停貨 大部份地區早上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 港島西、大嶼山南部和南丫島更超過200毫米 大嶼山長沙泳灘 由山洪步發 港九請匿工會提供片段 大量山泥湧向泳灘 露面積水 在港島西區摩星嶺10號發生山泥傾瀉 一段馬路被山泥覆蓋 有船目被沖到行人路 警方和消防到場調查有沒有人被困 受水浸影響 屯赤隧道南北行萬線暫時封閉 行車緩慢 工程人員到場清理積水 何文田勝利道同自由道監界一個地盤 清晨5點多 又棚架搖搖欲墜 要封閉一條行車線 受活躍西南汽流影響 天文台在清晨5點05分先發出黃雨警告 50分鐘後改發紅雨警告 到8點20分再改發黑雨警告 到11點05分改為紅雨警告